Hello大家好,我是一姐 一姐在美国问答网站Quora上看到一条外国网友的提问 问题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是什么 德国网友纷纷都进行了回答 网友Yin Lee回答道 现在8000万人的德国比131的印度做得更好 一个小岛国家征服了世界25%的土地 一个新的国家美国拥有世界50%的GDP 所有这些国家都是西方国家 或者你可以加上俄罗斯 因为他们喜欢罗马甚至西方化 现代法律是罗马的 我能说什么呢 现代西方文明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文明 你可以考验它 但没有任何文明能与之接近 英国网友Philip Hartman回答道 我看这件事不会有太多争论 罗马帝国毫无疑问 没有比这更有影响力的文明了 虽然他们所做的很多事情 都是在其他文明已经发明的基础上 进行采纳和建立起来的 但这正是他们的天才之处 网友Adriana Lizaraga回答道 美国文明是整个人类历史上传播最广 最引人注目 最先进的文明 我的意思是 它基本上涉及到地球上 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英语是最常见的语言 现在有人会说它是英国语言 但我认为英国英语 是英联邦领域所理解的英语 美国英语更加包容 来自世界语言的词汇 更加开放 美国的时尚影响世界潮流 像中国 日本 俄罗斯少数民族国家 他们都穿着西式服装 美国文明是人们在这里所提到的所有文明中最伟大的 美国人登上月球成为人类买出的第一步 印度网友 Divansh Bajpai回答道 这绝对是印度给了世界许多概念 没有这些概念 现代数学就不可能存在 比如圆周率和零 但在古代 它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但十万年来从未入侵过任何国家 你快点回火星吧 地球是很危险 网友 Ashraf回答道 这取决于你想使用什么标准 如果你想用建筑学的标准 我会毫无疑问地回答中国 中国文明发展了许多新的建筑设计 有许多不同风格的建筑 这就是为什么其他文明和国家 如韩国、日本和越南 受到这些风格的建筑的影响 并适不模仿他们 众所周知 罗马文明、阿拉伯文明和中国文明 在建筑上是最好的 但是我选择了中国 因为它是这三个文明中最古老的一个 以色列网友Tomer Shaw回答道 毫无疑问 苏美尔文化 它几乎创造人类文明 据我们所知 他们是世界上第一批建造城市 发明文字、学校、补书馆、轮子、搬船、数学和天文学 大规模的贸易 以及许多其他我们今天所知的文明 它是迄今为止最有影响力的文明 芬兰网友Susana Vijan回答道 中国毫无疑问 为什么中华文明差不多连续存在了4700多年 它是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文明之一 也是世界经济强国 世界工厂和东方的巨人 它的力量从来不是军事和暴力 而是经济、智慧、教育和文明 中国在发明、发现、科学、工程和烹饪方面所做的贡献 超过了所有其他文明的总和 中国的艺术、建筑和设计体现出了一种追求和谐、美丽和平衡 中国已经为所有东欧文明设定了标准和目标 并将继续前进和奋斗 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 你能想到的 他们都或多或少的模仿了中国 但都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文化 第二个是罗马 我们今天所有的西方人都是罗马的后裔 但这是另一个问题 网友学林基回答道 我不认为有什么最伟大的文明 现存的文明一直都是在互相影响 没有其他文明 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样子 没有来自中国的指南针 欧洲人怎么能发现美洲 没有工业革命的成就 亚洲怎么会成为现代化的国家 看着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原住民 这就是发生在孤立文明中的事情 我想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会同意 中国在过去的4000年左右的时间里 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曙光年 网友YellowQ Ming回答道 当然是韩国 韩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 整个银河系都是韩国人的 好了 一姐现在有个疑问 为什么都说银河系是韩国人的呢 留言评论告诉一姐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